接下來說豪門大亨 雖然見過大風大浪 但是也有可能會不小心上了 翻船 裕豐接下來要講這個 斯文事件 很好笑是不是 太好笑了 有照片可以看嗎 沒有照片沒有照片 這個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人有錢的就喜歡買什麼東西 不是說買車子買房子 有錢了之後 最厲害的就是買古董 你的古董才可以代表 你的身份地位 有一種東西很特別 我們台灣在搶 對岸大陸也在搶 圓明圓的十二獸手 當他引發力已經衝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獸手非常大一顆 就把它敲下來就帶走了 然後你知道嗎 世界各地 不管是蘇富比還是哪些 的拍賣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龍手 而且那個龍到現在來講 每個拍賣公司全世界搜羅 找不到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在哪裡 在台灣 大家都說在台灣 然後呢就出了廢物 大家都說在台灣 是確定在台灣嗎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沒看過 對都沒有人看過 不敢承認 有沒有人敢承認 對有一個豪門的老闆 他一直想買這些 稀奇的古董 古董東西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認識了一個 老名媛 這個名媛大概 大概七十歲 七十歲可以講 哦 資深名媛 對資深名媛 資深名媛 他是怎麼認識的 他那時候在收一個東西的時候 收到了一個 非常非常古的 一個古玉 然後那個古玉 大概是 對方在賣的時候說是 已經有三千年歷史 所以呢大家都覺得 哇這個東西是無價之寶 那個古玉要賣多少錢 東周的古玉要賣三億 要賣三億 那這老闆非常的喜歡 後來有人就說 你要去找個人鑑定一下 不然這三億如果被騙了怎麼辦 他就去找了一個教授 大學教授 那大學教授就說 老董 抱歉這個 我也不敢給你確定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尤其是價值這麼大 但是我介紹一個女生 老名媛就出場囉 這個女生 因為她家是江蘇的貴族 所以呢她可能以前 在大陸那邊看過很多 你可以去問她 但是你要記得付她掌眼費 什麼叫掌眼費 手掌的掌眼睛的眼 就是你去看這個東西 那這掌眼費的話 如果這個東西是真的的話 你要付它10% 10% 你買三億的話 你要付它三千萬 那如果說不是的話 你就意思意思 就是如果 如果她把你看出來是假的 你就意思意思 哇 等於就是說 她看過 就等於像是保證書一樣 對 她等於是這個業界最厲害的人 然後這女生 只瞄了一眼 就說假的 然後老董就說 你有類似的東西嗎 你有這些收藏嗎 他就說沒有 但一看就是假的 老董就不相信 老董就還是買了 買了之後 後來送拍的時候呢 就被人家打槍 就說這是假的 國外的拍賣公司是假的 那老董就很難過 三億 但是呢 他又丟不起這個臉來 所以呢 他就很想要 知道說為什麼這個女生 一看知道這個假 他說東漢的時候啊 沒有刀 東漢沒有刀 因為東漢那時候還沒有鐵器嘛 你沒有鐵器你怎麼去煉鐵 你沒有煉鐵你怎麼去鍛鍊出刀來 他說你那個玉一看就知道 是刀刻的 那你那個時候沒有玉 你那時候沒有刀 怎麼有刀刻 所以這一定是假的 有沒有道理 有 所以呢 他就還教了那個老董說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什麼意思 以前東漢的時候沒有刀 他是拿硬的石頭去刻的 所以你用石頭去刻的雕紋 怎麼可能跟刀一樣鋒利呢 老董就覺得 這個太厲害了吧 有學問 這個真的是有學問 然後這是名門貴族 大家歸秀 然後呢 雖然是老名員 但是他就一直供養他 然後呢 就是有點類似他的詩人的老師 這樣子一直供養他 那後來兩個人 應該也有一些情愫了 有一次去他家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古匣子 一個木匣 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木匣 他就說 這個是什麼 可不可以借我看看 他就說這個是 十二生肖的龍手 終於出現江湖 對 然後呢 他就覺得 如果我可以買下來的話 因為這群 這群老先生們 他們弄了一個俱樂部 每個月定期聚會 如果他可以把這個龍手 拿出來 他等於就是 這個俱樂部的龍手了 然後他就一直拜託他 然後他就說不行 這個 他們的家訓 這個龍手 不可以在台灣打開 有一天 反攻大陸成功 這個要送回圓不圓的 你們現在T是不是想笑 當下那個氛圍 他覺得 這個就是大意 太有道理了 太有道理了 然後呢 他就說 不然你可以抱抱看 你可以感受一下 那個木匣子 真的是一個古董 然後一個淡雅的那種 檀香的香味 然後呢 他就一直供養這個老名元 供養了十幾二十年 就一直在供養他 為什麼 他就老名元就不願意賣給他 沒有 但是他 其實他只希望可以看一眼 他就 那老名元就等於就是 有個東西吊著他嘛 吊著他嘛 後來有一天 老董真的是年紀太大了 已經送到醫院去了 他們在醫院裡面 他就跟他兒子講 說這一個 人生的一輩子 我就希望看一下龍首 我都已經 不久於人世了 就請他的大兒子說 你去那個 明媛阿姨家裡 去拜託他 你跟他講 我已經快走了 他一定會答應你的 結果去之後呢 老明媛就死爆了 他就說不可能 要等到什麼時候 反攻大路 才可以打開 就是開不了啊 他兒子就直接手這樣抵 那個他們叫保全公司 進去就牙齒的 打開 不要說龍頭了 你知道那個木匣子裡面什麼嗎 一堆罐頭 然後用透明膠帶綁著 蛤 就是一堆罐頭 就有重量的感覺 就有重量的感覺 然後呢 兒子也不敢跟爸爸講啊 可是 你還是要回去看爸爸啊 那怎麼辦 其實最後 你沒有拿出東西來 那個老董在心裡也知道 就是抱著遺憾死去 後來兒子 直接告啊 你用這個龍頭 然後假的東西 然後來騙我們家 看賄款紀錄就知道 對啊 然後一直叫我爸供養你 就是後來 後來好像也是有和解 因為一直是 一氣之下告下去 後來發現記者上門之後 就趕快衝衝撤稿了 只是你想想看 這樣子從他們家 大概撈走了一兩日 不是龍頭 就是一堆罐頭 我們人要可以做人 除了可以做人以外 那些紅水也要煮 因為有時候你不良的風水 會造成你會獲得 不公不正的對待 多重要 來請教一下冠宇老師 什麼不良的風水 會讓人遇到不公不正的對待呢 會讓人遇到不公不正的對待的 不良風水 我們集合最多的 基本上來現在 現代社會裡面的 常見的這種建築物 你看這種是大樓 這是集體建築當中 是不是一棟大樓 旁邊又有兩棟 對 用兩棟的時候你去想想 用這個看這是一個主棟 主樓 這邊就是戶樓 那這一棟大樓 我們用紅線把它畫出來 可以看這個地方 你像如果你住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宰屋清隆 或是白府高雄逼押的 這種環境 那你看在這一戶或這一戶 我們從這邊的時候 住這一戶 我全新畫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它左邊 所以左邊就高旗 左邊高旗就有壓迫感 左邊太逼壓了 這一棟樓是剛好夾在旁邊 就是我們U字型的建築 那你不是在中間 你是靠在左側的 所以靠在裡面這一側 靠到外面就不會那麼壓迫 靠在裡面的 這一側的時候 這邊左邊就高旗 所以左邊高壓 就是代表藍性 家裡面藍主人就很高壓壓迫 它就壓迫你 所以就逼著你會不攻不振 一定就沒有道理 反正我就要逼著你 那如果你住到這一戶 住在這一戶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右邊 就變虎邊 那虎邊高壓就代表 家裡面女性的高張 女性的個性就特別無厘頭 那這種狀況之下 長權力 女性長權力過高的時候 也會讓男人待不下去 所以說我們要住個房子 最好是選擇是能夠四面八文的 就坐下來的時候 就像單一沙發的坐椅 坐下去兩邊扶手都很平衡 這種狀況之下 就代表夫妻平權 那這種狀況 就不會有那種不攻不振的 這種對待的關係 這是一個從外環境 另外還可以從我們內環 內部隔離也可以看 你說宰屋白斧坊缺損是空間 你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是皺山 這邊面向是上面這個 就面向 所以這個面向出去的時候 是不是右邊是不是切了一角 是 這個房子如果我們把它化為正來看 結果他這邊切角 就右邊切角 是 右邊切角就是白斧 白斧就是代表女性 所以說女性 你住在這個房子 這是一個豪宅 住在這裡的時候 就女性的朋友 就代表能夠會 會得到了 會必定會做到的那一種 不攻不振的對待關係 因為女性的權 本身給你切割掉了 所以盡可能的 我們要找一個方式 希望這個家庭裡面 不會有不管藍的 不管你 不會有那不攻不振的問題出來 那我們就選擇方正正的格局的時候 只要不要有缺角 那缺角如果像我們這個圖看 缺角像這樣子的 一小缺角 左邊的這座沒有關係 缺角超過這個面積的三分之一的 就會有影響力 這個缺角已經超過一半 所以超過一半 風吹到這裡 風吹過來到這裡 就往這邊吹 那就形成一種旋風 旋風在這個角度裡面 一直在旋的時候 這個能量 這個溫度就產生 因為它在白斧房 所以在右邊 所以代表女性就全力 完全被削弱掉了 所以如果在左邊 就代表男性 所以有時候吃軟飯的 男性就很多 所以如果這個環 過來缺角缺到這一邊 那這個吃冷 放的藍冷就多一點了 所以我們要找房子 還是盡可能找方正的格局 才能夠帶給這一家人 大家都是不會有那種 不攻不振的問題 一家非常和諧 相信財富 事業 健康 都會不會受影響 都會能夠達到滿分的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